大家好,我是薛安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这天气渐渐准凉,就是想吃一些热腾腾重口味的东西 我家这几天餐桌上各种各样鸡鸭鱼的大菜都没有少上 大鱼大肉,零食小吃,嘴巴是一克都没有咸着 但是吃嗨了也有可能会乐极生悲 不仅小肚子圆润了,更要命的是喉咙上火了 喉咙甘得像被抽干了水,还发痒,一天到晚咳嗽 嗓子里好像有东西堵着,黏乎乎的,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更有喉咙肿痛,面对众多美食都无从下口 尤其是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趁着周末休息出去露营烧烤 各种吃吃喝喝,对咽喉的刺激也不小 多数人上火了就懂得一味的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 却很少关注上究竟是什么火 其实我们体内的火,有干火,心火,胃火,肺火,肾火之分 而秋天正是肺火旺盛的时候,肺为胶状 不耐寒热,不耐湿燥,长期肺容易出现感冒,咳嗽 脂气管也扩张,等伤肺更伤生 好在后来,我的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一款食疗方 连吃两天,还可以止咳化痰,喉咙就顺畅了,肺也干净了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半根白萝卜 白萝卜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 具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 中英认为白萝卜可以合中止咳解毒生津 例如排便排尿,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经常吃白萝卜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第一,白萝卜可以论肺止咳 对于经常咳嗽的人而言,适当地吃白萝卜 可以缓解咳嗽的问题 第二,白萝卜有助于促进消化 由于白萝卜中含有戒指油 这种物质有效促进肠胃蠕动 利于消化 对于长时间便秘,消化不良的人而言 吃白萝卜可以得到缓解 第三,生活中人们由于上火等原因 会出现口腔溃疡问题 此时可以利用白萝卜进行缓解 第三,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 淀粉酶维生素以及很多微量元素 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 人体在吸收之后便会增强免疫能力 有效的抵抗病毒清老 白萝卜去掉皮切成片 切好的白萝卜片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雪梨 雪梨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种水果 口感清甜无比特别解渴 雪梨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润肺止咳 雪梨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 对于肺热咳嗽、痰多咳嗽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雪梨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纤维素 可以起到润肠的作用 帮助缓解咳嗽 第二,清热解毒 雪梨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对于热病引起的口渴 咳嗽、肿痛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雪梨中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矿物质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帮助降低体温 第三,润肠通病 雪梨具有润肠通病的功效 对于便秘、大便、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雪梨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果胶 可以起到润肠通病的作用 帮助改善肠道功能 第四,养阴生津 雪梨具有养阴生津的功效 对于口干舌燥、咽喉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雪梨中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糖分 可以起到养阴生津的作用 帮助改善口腔和咽喉的湿润度 第五,雪梨清洗干净 切成薄片 切好的雪梨放入一旁备用 这里只需要半个雪梨就够了 接着准备一块生姜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和药材 在中医和食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第一,生姜具有温中去寒的作用 能够帮助身体去除寒气、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对于容易感冒、手脚病人的人来说尤其适合 第二,生姜还有善寒止痛的功效 可以缓解身体因受疗引起的疼痛不适 对于关节炎、风湿疼痛等有一定的辅助效果 第三,生姜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通过刺激血管扩张提高血液的流动性 从而减少血酸的形成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四,生姜还能增加胃液分泌 促进消化功能 有助于缓解消化不良和胃肠炎 第五,生姜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 可以有效杀灭细菌、病毒和寄生虫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生姜切血干净切成片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肝的百合 第一,百合可以滋阴润肺、清肺化痰 对于肺部有问题的人群特别适合 服用百合之后 可以有效减少咳嗽、喘息等呼吸道疾病的发作 同时还能缓解干燥症状 增强肺部功能 第二,百合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夏天多吃百合可以改善口渴、舌红、烦躁等症状 还能清除体内的热毒、增强免疫力、预防感染疾病 第三,百合还具有益胜润造的功效 它能够起到滋养肾脏的作用 减少肾脏病的发生 对于肾虚导致的腰痛、饮料等症状 百合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效果 第四,百合还能起到美容忽忽的作用 百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以帮助皮肤保持弹性 延缓皮肤的衰老 使皮肤光滑细嫩 此外,百合还具有清热解毒抗炎的作用 能够有效辅助刺穿和其他皮肤炎症 百合清洗干净 直接放入砂锅中 把刚才处理好的萝卜 还有生姜、雪梨一并加入进去 然后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1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心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加入红糖或者冰糖 比如说咳嗽有糖 而且很浓稠又很黄 你就加冰糖 如果咳嗽咳的糖是稀白稀白的那一种 就加红糖 我这里加的就是红糖 把红糖组织融化 把它盛入碗里就可以直接喝了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